比邱國BOSS的無限地獄烈火該怎麼破 如果我們第一回合用生死菩提 第二回合再偷酒 第三回合再用生死菩提 究竟能否破解對面的無限地獄烈火 好的好的好的 我來了 那麼開局的話先打伏 182的防禦還可以啊 嗯? 打完的伏怎麼還沒過期啊 這是我前天打的伏啊 怎麼還沒過期呢 什麼情況 我好像又發現了什麼不得了的BUG 可不敢胡說啊 把武器拿下來 嗯? 你看 這伏都有效果的啊 什麼情況 那咱們就不用大伏了 一個字 絕 好的好的 無限生死不敵的核心 就是要買很多很多很多的醉生木死 OK 咱們的醉生木死也買了 把今天修煉果的錢存一下 一般的話我都是先吃修煉果 再去跑劇情 現在修煉果真的太難收了 咱們只能先殺劇情了 反正都要反彈法術傷害啊 咱們首先把項鍊拿下來吧 這樣咱們的法防就很低了 嘿嘿 看我怎麼貪死他們 波羅波羅蜜 咳咳 月光寶石就是好用 都坐下都坐下 咱們準備好了 可以出發了 用的就是這個80幾的頭盔啊 這是我花20買的 可以啦 咱們的防禦有點低啊 不過應該沒什麼影響 把卡片變一變 OK 咱們直接 沒什麼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到 那剛才說 測 我可以做的 不是 我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你做的 不喜歡 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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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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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只要下回头如果挺住的话 应该还能无限接酒 对吧 这把只能喝酒了 喝酒神过再轻一点 就看这把能不能撑住了 就看这把能不能撑住了 可以再飞一个 很有机会 那边五怪 撑住啊 六百 六百 好像能撑住啊 五个六百 那是三千 我们有五千写啊 可以可以可以撑住了 漂亮 嗯 嗯 稳得一逼 又bug了又bug了 这十法速度太快了 哎呦我去 哎呦弹了八百 再喝酒 神过再轻一个 飞漂亮 又要放一花了 我去 这绝对是第一十法速度 咱们再起神兽普提 再轻一个 神过能不能再轻两个鸭子吧 那咱们能赢了 没有脸可惜 哎呦哎呦 咱们继续喝酒 神过再轻一个 飞漂亮 现在我倒不担心别的 就担心这一轮杀完之话 后面还有一轮综合版 什么物理怪 法式怪 风式怪 对我的这样的 嗯 好像显示问题啊 咱们实际上是 这个召唤车是扣血的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显示问题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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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个血线又正常了 是吧 你们说会不会 对面实际上也受到伤害 只是不显示数字而已 感觉真的很有可能 咱们再测试一下 上次杀那个外星人也是啊 就是反弹出去没伤害的 咱们现在就无限的 把酒喝完 看对面怪物到底会不会飞 在一起真是不体验 哎呦 哎呦 再偷酒 我去 我真太娘是个天才呀 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啊 为什么我吸血鬼剪血 它不显示 这绝对是个bug啊 这显示问题 失法问题 都有问题 哎呦 我去 咱们直接给自己卡血啊 估计后面还有一罐 不然不可能这么简单的 好的寻满了 什么情况 怎么直接跑了 最后狐狸精死了 白如跟太白精心回去了 比秋过光还执迷不 哎 这也太现实了吧 找到蒙将军 刚刚给一个练咬石 我看一下 135G的 这还差不多嘛 之前给了一个115G的 什么鬼 OK 我们130G的剧情 比秋过也结束了 算一下 我们把技能都点到150 在飞升需要多少经验 一个5000万 五个就是2.5亿 咱们人物的话 再生到140G 需要9000万 那大概就是3.4亿经验 飞升结束后 咱们还有个三财无量症要挑战 那也是西谅女国的 最后一个剧情了 好的兄弟们 感谢陪伴 我们下期见